健康是修出来的,不是吃出来的。 作者,福安古观音格。 现在人很讲究营养,或者喜欢吃肉来补充,或者喜欢买营养品,而且很贵的。 其实,越讲究,越容易生病。 许多病都是营养过剩。 有的小孩,才击碎,吃得白白胖胖,胸部都有些大。 那大人吃个啤酒肚,看起来很壮。 这些都是不健康的表现。 人的健康,不是看胖瘦,胖也好,瘦也好,不要刻意去补充。 尤其是当父母的,很容易经常给小孩补肉。 会导致两种结果,第一发育过快,成熟更快,根据易经,进入后天, 男的是十六岁,女的是十四岁。 也就是说,十六岁,男的才会后天的经,女的才有月经。 那现在女的,有的十二三岁就有了。 这样会导致衰老得很快。 你是早熟,必定早凋谢。 肉类和植物类有什么区别呢? 现在因为受到西医营养学发展, 人们把营养肠分为蛋白质、脂肪、糖分、维生素, 还有各种矿物质。 包括现在许多中医,竟然也通过这种细分方式来分。 这个分法是错误的。 如果按照这个方式来分,肉的营养成分要比植物来得高。 所以大家都喜欢去吃肉。 这个是个陷阱。 那肉和植物的区别,就是肉类吃了,会增加人的地气。 就是肠的特别壮,很有肌肉,很有力量,很有爆发力。 这个就是地气的象指。 蛋默有耐力。 老虎狮子都很有爆发力。 但它们很少有耐力。 牛马比较有耐力,但爆发力比较小。 这个肉吃了,就是增加人的地气。 中医讲气。 我们常说,这个人气息很轻,吃素的人,内心烦恼欲望比较少的人,气息就很轻。 那一个人欲望很重,吃肉喝酒,气息就比较浊。 地气重的人,气息都是比较浊。 气息一浑浊,他的智慧就很容易被蒙蔽。 所以去看许多科学家,他们头脑清明,都是素食主义者。 比如爱因斯坦,爱迪生等。 那要吃的话,吃五穀是最好的。 尤其是小孩。 特别是怀孕时,我见过一个,胎里素的。 他母亲怀他时,都是吃五穀杂粮。 那一出生,就比较结实。 个头不大,但重量很重。 因为五穀是重子,胎儿也算是重子。 五穀有天地的能量。 胎儿在肚子里,其实也是接受天地能量。 尤其是天的能量。 所以多吃五穀,是最好的。 现在人不懂得爱孩子,以胃补充肉就是营养。 吃得胖就是好。 但这个胖有两重胖。 一种是很结实的,一种是松垮的。 很结实的人,他肾气比较足,脾胃比较好,脾主肉。 松垮的,一般走路都气喘郁郁,脾胃虚弱,同时骨骼重量少。 肾竹骨。 真正的健康,是骨头比较重,看起来不胖,但却很重。 这就是健康。 佛教有消灾严寿药师佛。 药如何消灾? 古人讲的,得润身,身体健康靠得性,靠内心的慈悲喜舍。 有的人说,孩子很瘦,要补一补。 不是补了,现在人都不缺营养的。 缺的是福报。 他不健康,容易生病,其实是福报不足,不是营养不足。 那要如何严寿? 古人说的,忍者兽也。 心存仁厚之心,他就比较长寿。 像许多善人,修行人,寿命都比较长。 健康美理是吃出来的,是修出来的。 HTTP 冒号斜杠斜杠斜杠blog.cene.com.cn斜杠斜杠blog. 下滑线74C343100102V9C9.HTM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